祈祷的意义 自然是忠性的 不可能以祈祷去陷迷它 人不是堕落的动物 堕落者是在等待施舍的时候 恰求它的需要 按照佛法 人有潜力成为它自己和宇宙的主人 人是因为无名 而不了解自己的潜能 因为佛陀告诉我们 人是有潜在力的 人必须培养精神层次 和尝试以了解自己的能力去开展它 佛法给予人的充分责任感和庄严性 使得人成为它自己的主人 依佛法说 是没有一个最高的存在 裁判一个人的事件和命运的 那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世界 是你和我所要而创造的 而并不是其他不可知的存在者所要的 记住 自然是忠性的 不能够以祈祷的方式去陷迷它 自然不会找到任何要求者的书宠 佛教的祈祷是以默想来自我改变气质的 祈祷是在默想中重新调整个人的习性 它使得一个人的习性变得更好或者更高尚 以这种改变一个人内在的天性 去完成身、口、意、三方面的淨化 按照心理学所说 透过默想 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会成为我们所想的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内心中经验到某种安慰 那是心理上的功效 这是来自信仰和热尘 读众某些诗歌 我们亦都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 为了开展这种信心和热尘 宗教上的名词或者标次是重要的 佛陀本人很清楚地表示过 真正的涅槃的快乐 不是宗教经典的背众 不是自我折磨 不是自我折磨 或者躺在地上重复祈祷 忏悔 歌颂 符咒 图像 念咒祈愿而来的 有关祈求获得最后的目标 佛台有一次 好像遇到一个人 要想渡过一条河流的故事 假使他坐下来祈祷 那个很远的河岸 将会来到他的面前 带着他横过这条河流 然而他的祈祷 却未获得答复 假使他真的想要渡河 他必须做一些努力 他必须去找一些木头 或者造成木阀 或者找到一条桥 或者做一只小船 或者靠游水游过去 总之 他必须做一些工作 才能够渡过河流 同样地 他想要渡过生死轮回的河流 只是祈祷是不够的 他必须努力过一些宗教生活 控制他的情欲 清静内心 消除心中的不正 和污足的烦恼 然后才可以达到最高的目标 只是靠祈祷 是永久不会到达这个最高的目标的 假使祈祷是必须的 应该转向加强内心 但不是请求 下面有一首很熟悉祈求的诗 告诉我们 如何祈祈祷 然而 对佛教徒来说 这一个只是默想 开发内心力量而已 我不以祈祷 躲过危险 但不畏他 在我的面前 我不以祈求 换和我的痛苦 但以心力 战胜于他 我不在焦急恐惧中 渴望得救 但以忍耐 赢得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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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得我的自由